很多的青少年 他们是如果父母亲也是向内的 他们学到的呢 或者也是向内 或者父母亲非常暴怒 他们很害怕是向内的呢 那么有些青少年 他们就会把怒气存在里面 然后他们就会很忧郁 怒气确实会引起一个人的忧郁 但是不是因果关系 是其中之一 所以一个很生气的人 不能够把自己的怒气 用正常的积极的方式 拿出来放在里面 他会变得越忧郁 忧郁会让他对人际关系 失去盼望 失去信心 所以呢他就会越来远离 有没有你生气 你最开始只是生了别人的气 但是没有讲出来 对方不知道 所以呢这个一直没有 放在里面 你这个怒气就变成了一个忧郁 觉得没有人喜欢我 爸妈都不爱我 然后就这个距离就越拉越远 但是向内爆发的这个怒气呢 很容易 青少年在这个年龄段 他们不成熟 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 当向内压抑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对别人产生扭曲的认识 甚至对自己的父母 觉得我生气的他都看不出来 肯定是不关心我 父母很爱他们 可是他自己就这样跟自己对话 然后呢这个怒气就往下压 那么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容易出现这个当孩子承受不了的时候 酗酒吸毒 甚至就是如果常常看新闻 会看到那些突然之间拔枪 或者突然之间伤害别人的这些人呢 他们很多人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别人看起来安安静静的一个人 为什么就突然一夜之间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呢 实际上这些人大部分呢 他们可能他们就是怒气是向内的 就像那个可乐 一罐可乐 你有没有试过把一罐可乐 盖起盖子里摇 他自己在里面摇动的时候 一打开那个力气有多大 所以呢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干预 往往跟他们的怒气处理是相关 所以呢我是提醒 我这个我对面的这个父母亲要格外的 格外的注意这个向内爆发的青少年 因为一旦这些孩子们他们自己的这个怒气 引起了一些心理的问题的时候呢 那他们可能也会自我伤害啊 用一些很不好的方式对待自己 那都可能如果去辅导的话 都有可能追溯到他们某一个时刻 生了父母的气 所以这个要格外 因为这一群孩子是不太容易被关注到的 他们很安静 你看不出来 你问他们有时候 他们如果对你不是很信任也不会讲 所以如果帮助这个向内爆发的青少年 实际上是更难的一切